你知道新奥特曼的三种形态之间有何差异与区别吗 新奥特曼是来自光之星的宇宙高端智慧生命体 每一个奥特曼都有自己的宗旨和思维 比如左飞根本不在乎地球的存亡 而新奥特曼则致力于维护地球 刚开始登附地球的原始形态是银色外观 也是它的本体模式 在使用斯派球母光线的时候 身上的条纹会发出相应的白色光芒 然而第二次登场的时候 新奥特曼的颜色发生了很大改变 从银色变成了红色 大家一时间没弄明白两个形态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红色的奥特曼是结合了人类生命里的一种形态 神勇在守护一个小孩牺牲之后 奥特曼看到了人类的另外一种品质 于是延续了它的生命与记忆 变成了一种与人类共生的状态 这种混合生命体的形式在光之星是被禁止的 红色外观和银色外观之间站立与能量并没有区别 都是满状态的奥特曼 接下来是第三种形态 它变成了绿色的外观 绿色并不是直接从人形的状态可以变化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战的时候 它突然退去了红色变成了绿色 这般奥特曼减少了前方的能量球 主要用颜色代替了能量的衰减 所以当它从红色变成绿色时 说明能量已经消耗了一大半 只剩一点点了 在光之星应该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奥特曼存在 以色来显示每个生命体的与众不同 比如左飞就拥有蓝色的外观 这就是新奥特曼三种形态之间的区别